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闪马田赛马》习作 大家看到足球背景,又来到欧洲国家杯的列强分析 昨天说了英格兰,今天试试说法国 法国其实都是热门分子,但刚刚昨晚他们有赛 和了加拿大,又被人救病 到底法国是否到了临门才开始状态下滑,不对板呢? 小弟都会对法国国家队的阵容和踢法 和在欧洲杯今次的奪标机会做一些分析 开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小弟的影片 尤其是足球、讲天气的影片 如果大家觉得小弟说得好,就不要论识你们的赞 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看 让小弟这些影片更多人支持 上面也有一些课金链 如果大家觉得可以的话,欢迎课金 另外一提,小弟也有会员频道 但会员频道先说明,没有波料 虽然现在我开始说足球 会员频道只是集中赛马 如果大家想支持小弟,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可以WhatsApp小弟查询 多谢大家的支持 直接开始说法国 一堆墨总的图片 现在法国是不是真的靠墨总一个呢? 因为昨晚对加拿大墨总没有正选 安巴比或者叫墨巴比 我看了半场而已 下半场都是,我看回精华 都是这么长一战局的 法国攻了一阶 接着就进不了球 然后加拿大就守起了 开始保持紧密的体系 打士气 一人走多一步 就逼和了你 抵挡着法国的攻势 打和 战局也是差不多的发展 其实法国国家队一向来说 基本上的阵容很强 这几年也是的 以墨总为首 其实还有很多很出色的球员 预期说英格兰就是中前长有 超豪华的阵容 后卫就不太厉害 法国就不是 是前中后三线的阵容 都是超级豪华的 照计它应该是大大热门 但不是的 现在譬如说马会 或者各方面的奪标的赔率 英格兰和法国是差不多的 到底是什么事 令法国和英格兰要差不多 应该都热了 其实它是有些缺点的 我主要说法国现在的阵容 现在是有两个 或者它踢法方面 有两个比较大的缺陷 可以跟大家分析 第一件事是法国的脑问题 就是所谓法国队是没有前锋的 前锋 法国队是一群所谓的前锋人物 在人脚里面 但这些都不是所谓正中锋 英国有个哈利贾尔是正中锋 但法国没有这类人 有 法国有 有个叫基奥特 基奥特是正中锋 又有头锤 又是前锋的支点的人物 但他37岁了 我们唱银河 基奥特也说了十多年 昨晚对加拿大是正选的 但结果封线不够锐 因为你年纪很大 你的作用 当然没有年轻人那么大 那么锐利 法国没有前锋 根本是法国国家队 由小到大 那么多年来的脑问题 在我很小时候 讲什么经典赛事 世界杯法国队巴西 那类法国赢欧洲国家杯 贪污的帕天尼 领军那类法国 都是靠他强大的中场线 看看能不能数到 还有帕天尼 泰检拿 有个居里斯 还有费兰迪斯 组成的强大的中场线 就打了整对法国 那两个前锋 那两个是一样的 一个叫做乐哲图 另一个不记得 又是不太行的 及至去到拖州 斯丹赢世界杯 那期的法国 都是没有前锋 不止中场 后防也强大 迪西里 白兰斯 里沙拉素 还有杜林 杜林不是现在的杜林 以前踢中坚 又可以打入后卫的杜林 挺强劲 中场就有现在的教头 迪金斯 佐卡夫 比提 又有拖州 领军 卡林堡 这些后备 前锋那个 又是麻烦地 叫古华智 不是叫古华特 是打九号位 又不懂得入球 又不做到支点的作用 最主要是中场很厉害 那时候也有亨利和查斯古特 但是那时候 他们比较牛奶嘴 21、22岁 还未成气候 就算后来 亨利和查斯古特 二十六七岁当打 说真的 他们在球会就很厉害 但是踢国家队 都不是真的很好表现 尤其是亨利 他在阿仙奴的速度 对英超球队 你拿下去 只有一招 就在左边 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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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国际赛来说 他没有那么厉害 现在法国队也是这样的情况 你说麦总是前锋 他说他是前锋 但其实他也是由中场开始 自己推了球起动 然后自己射 也有点像亨利 但当然他全面很多 所以法国队 不论对两场球 对加拿大 试老前锋 基奥特 对盧森堡的时候 就出麦总打正前 基沙文和杜林 就帮着他 杜林更像一个前锋 反而反过来 麦总在左边 但他写出来的阵是这样的 所以要不断地试不同的前锋组合 唯一前锋组合里面一定有 暂时两场有在也有出基沙文 我不知道正赛会不会有他 但基沙文大家知道 他现在在马太会都不是正前锋 他都是堕后一点 要帮忙铺桥踏路 在法国国家队 照计又不需要他铺桥踏路 会有这么多中场 看他会不会又推前一些射球 但总结来说 法国队现在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正前锋 变成一个摆无风阵 好像西班牙那样 就是靠麦巴给自己一个摆扭 这个真的要留待迪金斯去考虑 当然要结合球员的配合 以及哪些球员比较fit 状态比较好 另外一件事就是 法国国家队 他进攻 不论对卢森堡也好 对加拿大也好 他进攻是没有什么套路的 怎么说呢 他没有什么章法 英格兰很明显看到他有些章法 怎么组织攻势 由敌人怀斯开始 接着就做个球队上去 然后那三个附峰就是专营 前面哈尼负责掩护 和适当的时候延伸 有整个框架 有个体系在那里 但法国国家队 你不太知道他在做什么 基本上他整队是 个个都很惹怒 个个都可以交到很长的长存 转方向左挥右挥 但你不太知道他有个明确的进攻套路 是天才波 散手波 麦总不用说 他自己推个球 自己射而已 不过他又不是死扭 他是肯交的 是这个好处 踢大巴黎的阿丹比利 在对加拿大正选 他踢翼竹 左脚踢右边 他只是不断扭 要是落底线 要是踢出来 他又没有什么配合 他不是不肯交 但他跟队友 不是有很多撞场配合 基本上你一做小组 就很快就脱了 就被加拿大后卫抢了 所以加拿大搜到你 就是这样的原因 左边的杜林 就拼一下脚 他又没有什么特别大威胁 或者他在国家队的作用是这样 他的国米是比较酷的 靠那个薛兰迪斯 在左边推上来出球 总之你不会很发觉到 这个法国队的中前场 进攻是很有组织 如何控球在脚 慢慢插上去 有时候引起你 他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一有球就来 一有球就上 一看到空位就射 完全没有所谓的组织 所以可能就是这样 考虑到这个东西 迪金斯一定要放基沙文 因为基沙文 控着球 他最有心度 在前面 如何背着人也好 面对龙门也好 他会懂得想想 如何去分 如何走位配合队友 各方面 其他的球员 不太懂的 所以结合这两个东西 就成为了法国国家队 一来没有前锋 二来他进攻的套路 是相当之落后于现代足球 就是视为法国国家队的最大缺点 所以他对加拿大是老鼠拉桂 甚至对盧森堡 他也不是进入很多球 进球都是靠个人的能力 不是真的靠一些很漂亮的组织去进球 这就是法国国家队最大的问题 你想起来都不知道 为什么他世界杯上界 都是这样的球 可以走到最后一场决赛 你都不太明白 但是 谈了这么多 法国国家队的问题 但是法国也有点好 这个又是他的传统 就是他的球员 不论四个后卫 不仅是四个后卫 防中也好 是连他的中前场球员 全部都有很好的防守意识 比如说 对加拿大一场是这样 基奥特和基沙文 布林 丹比尼 全部都很快回防 还有很有防守意识 一失了球全部回后 或者做第一轮的迫场 这个在很多欧洲的强队 都未必看到这个 基本上所有欧洲球员 现在欧洲足球都是教你要全能 教你的前锋也要防守 但始终是法国的球员 防守意识是强一点 这也是法国国家队的球员 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所以令到这个叫做是他们 虽然说可能是因为这样 虽然他们的进攻 是这么无章法 这么凌亂 都能够令到法国国家队 可以成为强队 对着这个 就是这个在世界杯 都可以走到这么远 就是因为他的防守力 是很强 他的球员就天生 就个个都是有防守意识的 所以就 我看到资料首席黑旋 跟我说 这个是法国国家队的教头 迪金斯比较无为而知 就靠这个球星的个人能力 其实反过来 就不需要教练太多的指示 因为球员自己下场 他也有防守意识 当然更加高阶就是这个意大利 意大利 即是不用教头教的 全部都有整体团队的意识 譬如说 他们已经从教练的角度出发去踢球 好了 看完全局之后 接着我结合我一个位置 那个小小肛位要做些什么呢 那些意大利球员全都好 就不只是说球员的个人技术 速度能力的问题 而是他说足球智商的问题 那这个法国国家队都有些 虽然没有意大利球员的球伤那么高 但这方面也要值得一赞 这个叫做法国队 至于他的阵容 就是说说个人的人脚 后防多数是这四个禁制的 基本上 他和盧森堡那场是三后围 在加拿大那场是四后围 但是大致出的人脚都是这样 中坚 一定是这个薩列巴 利物浦这个都应该有 另外有这个乌柏马卡奴 还是乌柏美简奴 总之这个是拜仁的中坚 拜仁是经常背锁的 但是在这个国家队 经常都有正选的 可能会出他 另外有个干拿迪 这三个中坚可能都会出的 见到这三场球 都有互换 这三个中坚 可能现在还没决定出谁 但是左右杂都很确定 就一定是这个右杂 就是这个官邸 这个叫做巴赛的右后卫 左杂就是AC米兰的香兰迪斯 一定是这几个 中场简迪就一定有 简迪现在不是年轻的时候 现在三十多岁 但是他那种防守中场的踢法 依然是非常之厉害 有波在脚 他在后面负杀帮手搏脚 没有波在脚要防守的时候 他可以冲到很前的 前过基奥特都可以 要抢球的时候 他也有全城时期的八成左右 所以简迪一定有 另外两个王家马德里的中场 我想都一定是不能划决的 就是卡马云加 和祖亚文尼 或者曹亚文尼 其实王家马德里的中场 能够做得这么成功呢? 这两个法国的黑鬼球员 都是一个居公自围 在欧联决赛 那类多蒙特已经很刻意和他打稳手 突击 但就因为王马的中后场 都能够保持紧密 才能抵挡多蒙特的突击 而卡马云加和曹亚文尼 两个居公自围 基本上已经出现了 但对卢森堡的时候 又试试不同的阵容 有时候艾玛丽 还有法芬娜 但这两个 估计艾玛丽和法芬娜 未必是很正算 都是刚才说的 那两个王家马德里的球员 和简迪很正算 前面有个国际米兰的杜琳 有点左边赴峰的角色 这个好像都出现了 基沙文 大家认识 丹比利 我想在决赛州 都会正赛出的 虽然他在热身赛对卢森堡不是正选 还有麦总 基奥特虽然在对加拿大的时候 是正选上阵 但我估计他也是一个Plan B 当大家都扭来扭去 没办法的时候 就出基奥特出来拥一下 拼一下头锤 我想迪金斯也是这样想 才继续选基奥特37岁入选 因为法国国家队的进攻 没有Plan B 所以形成就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这样数 球员的阵容很强 法国国家队 中前场都有很好的人才 关键就是说 法国这一套进攻没什么套路的散手球 能够帮到对球走多远呢 他中后场的人脚下的防守的纪律很好 能不能够帮到他在后防减少失球呢 这个就是最重要 当然了 你就这样屈人脚 法国国家队也很厉害 世界杯就这样屈人脚 他都可以屈人脚 他都可以屈进去决赛 差点赢了阿根廷 说起这个法国国家队 就是那个组织 组织攻势 就是散手波 没有明明的套路之余 其实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或者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说他的攻势 太过组织在左边 他很集中在左边 因为他的劲人在左边多 这个墨总本身也是比较偏向左边 他通常都是在左边推球 中间射的 其实这个杜林 国际米兰前锋 他也有点偏左 而教练也安排他偏左一点的抚风角色 甚至这个左杂 这个黑兰迪斯 右杂的官迪 就不是经常助攻的 很正宗的右杂 动在那种 四四二阵式里面的右杂 传统那种 而这个黑兰迪斯 就是一个出击的左后围 你变成左路的攻击线 有很多人在这里 反而右边 就没有什么特别 有很多攻势 可能就是靠丹比利治 第一个人逆竹 还要他的左脚在右边推 变成左右是有点不平衡的 这个又是一个法国队 在这个进攻方面 一个小小的缺点 看看会不会其他右脚球员 就多一点在右边 就製造攻势 要补回这个缺失 当然了 法国在这个分组赛 对着那些 又是对荷兰 对着波兰 奥地利这些 他要出线也不算太困难 但又走到多远 我都只能够 好像英格兰那样 保守的预测 照计他赢了两场淘汰赛 去到四强 都很有可能 但譬如说去到四强 就要说一下你 除了防守稳固 你的进攻有没有板斧 因为实在 他那些球员 如果用这样的散手球 自己扭的方法 去制造攻势 是很容易被人打死 加拿大都打死你了 更何况那些欧洲列强 所以法国国家队 有他的缺点 才令到他 不是热了 如果法国的进攻套路都很漂亮 加上这些黄金阵容 大大热 1.9倍 不是现在4.多倍 所以保守一点 我认为法国国家队 今次在欧洲国家杯 针标未必太乐观 他始终到这些时候 可能会输一场 你说头四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测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接着都会分析一下其他强队 再见